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肖小白 然后依然带来的是新首相的新的分享 然后本期视频的话呢 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旅行散商这个系统 然后旅行散商的话呢 相信大家也不陌生 它就是偶尔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 视线内的一个持续两个小时的一个商 就是神秘商店嘛算是 然后会售卖一些这个比较 打折比较优惠的一些商品 而且它是我们这个游戏唯一一个 可以免费获得这个结缘的 这个礼物道具的一个渠道 然后除了这个渠道之外 你只能通过就是花钱去购买 那个结缘的礼物 因此它的重要性也是非常高的 只不过说可能一些小伙伴不太熟悉 这个旅行散商的一个触发机制 然后本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 然后首先就是聊一聊 这个旅行散商的一个触发机制 然后它简单的说就是 它每周是七天 一共最多可以触发六次 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周已经触发六次之后 比如说你到周日的时候 你是不能够再触发的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都无法再触发了 然后这个要注意一下 其次就是它的触发 这个机制一共分为三个种类 然后首先是这个仿视刷新 这个也是我们最容易触发的一个机制 只要你刷刷仿式就可以刷出来 然后第二个触发方式的话 就是开山河图 这个山河图是通过开保障格开出来的 然后建议呢 这里建议就是留一些这个绿色的山河图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你的资源不会损失太多 其次又可以让你在随时需要触发的时候 手动去触发 然后这个就很像这个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啊 把棍子往地上一处就可以把土地老儿叫出来 还是挺酷的 然后的话就是我一般都会随身背十来个左右 反正就是仿视触发完了 我就会去用山河图来触发 山河图触发完之后 第三种触发方式就是这个论件 那论件台的话是这样的 就是它的触发也是最难的 运气好的话三次就每天免费三次 可以触发 但运气不好的话可能要到四次或五次 然后这样的话你可以到时候 可以就是去尝试一下 如果三次之后可以考虑 就是在付费买一个论件帖 然后再打一次 看看能不能就是触发出来 如果实在不行就放弃吧 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一个触发方式 然后一共就在三个 然后就是一周只有六次 这个顺序是没有固定的 只要你 就比如说你第一天你想打论件也会触发 你想刷仿视也会触发 开山河图也会触发 这个都是随机的 然后只要看你去采取哪种行动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就是这个模块就是有哪些值得购买的一些物品 然后这里是分了几类啊 首先第一类就是这个必买的一些物品 然后首先就是这个单药 紫色单药和金色单药 这个是必买的 然后它可以去锻造你的修位单 就练单 这个是很划算的 然后其次是这个紫色的练气材料 就是它也会很便宜 就是像这些 就你在气室里练气的一些材料 就这些东西 它是紫色的 然后又很便宜 建议就是拉满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五折的一个紫色的练气辅材 就是它会有一些这个竹子或者是藤 就是你当前等级需要什么就给什么嘛 然后这是唯一可以打折的一个渠道 你在这个天津格里去购买的话 就是150一根 这个是不打折的 永远不会打折 但在旅行散商里面 可以购买到五折的一个这个竹子 这是很划算的 当你这个需要练装备的时候 这个五折阻子是必不可少的 然后还有就是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类型是这种就是可买可不买的 然后你像这个探宝令 然后还有就是三合图 三合图应该是80纪元一个 探宝令应该是100纪元一个 像这种的话就是如果你纪元充足的话 可以考虑购买 但如果机缘不是很充足的话 也不用去买它 然后这种都是可买可不买的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完全不值得购买的 然后就是包括这个蓝色的古堡碎片 紫色的古堡碎片 卖的很贵又没什么用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零售的经验花 这个经验花如果你在天际阁里去买三折的话 是比在这个神秘商店里购买是划算的 还有一些这个筑器石啊 还有这个什么升星石啊 购买的时候可以比较一下 看看这个天际阁里的三星 哪个单价更低 这个都是可买可不买的 然后今天的视频一共就这些内容 就是主要的话就是旅行散商的一个详解 然后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再见